好爱的付出 我们继续来看 马来西亚学龙分会的慈激志工 是走进校园 来帮助贫困的学生安心求学 而现在志工更进一步的 要推动助养计划 2008年 当慈激志工走入戴米尔小学 推动新亚助学到幸福校园计划 孩子的改变 老师们感受得到 方向正确 更进一步提出了助养计划 除了一年一次的新亚助学金 只要成绩能够维持在全班前30% 一年出席两次的慈激人文课程 每个月都能够得到补助金 我们除了有助学金之外 我们还有多了一个叫做助养计划 所以也希望老师们来了解了过后 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穷困的孩子们 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助养计划 能够激励孩子们更努力的上学 孩子能够无后顾之忧完成学业 让幸福不只是在校园 人生路上也能够一路相伴 大家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